今年来,美国科学家不断警告日本一个残酷的事实,也就是说,日本遭遇越来越近,地球上最大的黑洞是玛利亚那海沟的8000米深,北太平洋的大海沟。 我们知道地球上所有的大板块总是在运动,地壳运动是一种构造运动,它通过内力引起地壳结构的变化和地壳内部物质的变化,它可以引起延时圈的演化和大陆和海底的扩散和消亡。 目前形态的具体形式是地震,根据美国学者提词的海床扩张理论,事实上,地震、火山爆发等地是非常平凡的,也就是说,分界线在古代、欧洲、北洲、北美洲和南美洲都是巨岛的板块,它们在地球的地窍中移动,导致它们的分离。 日本也在重力作用下,缓慢地沿着地窍运动的连接现象下移动,最终,它可能会整体进入迈利亚那海沟,因此,日本只能在未来大陆避难。 鉴于日本有超过一亿人,它可以想象在日本附近,只有中国能容纳日本难民。 事实上,日本专家一直关注这个问题,因此,美国专家布鲁斯·埃尔伯茨博士, 建议日本政府,赢尽快成立一个预警专家小组,尽快启动灾难应急预案。 还建议日本政府,应先友好国家,中国、韩国和美国寻求帮助。 这些国家能够将日本的许多人,转移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土上,作为自然灾害难民,以避免毁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